上面现在不断发生的事故可能涉及目前的南北洞线混乱 所以如果截断南北交通的话可以有效的使交支点变少 那就可以大量的解决交通安全的问题 而不管是第二案或者是原地保留的第十一案都可以达成减少交支点的效果 但是府方有特别说明就是现状的第十一案虽然可以减少一些交通支点 但是在不外路转中校西的交支跟中华路衔接沿平南与中校西路的交支问题还是会存在 这是在交通安全的部分 而在交通流量的部分大家也达成共识 长期而言北门周围的交通应该是要减量的 虽然现在可能会需要发现到要有一个中继的方案 而在这样过程当中府方坚持发现到有其必要性 那考量了所有的用路安全便捷 从专业上是要求第二案我们可能会需要第二案作为最佳的方案 那也有说明就是交通减量目前在府方的规划上要到2050年 才有可能达到80%的这样子的减量的状况 所以现在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但是温室团体跟现场的交通顾问们都有说明 就是方案十一也就是现在民团所提出来的方案 原地保留案已经提供了八线道 那同时也要求就是市府再进一步提供 到底是不是真的一定需要到八线道 如果六线道的话塞测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这在现在各位委员首相的资料里面 应该也有后面的一些相关的补充说明 那以及当天的公厅会没有预料到的是 还有一个在地的里长和里长出现了提出了一个 往东四线道往西三线道的方案是可行的 在交通流量上应该会没有问题的部分 那不管是第十一案 那在这个地方在当天公厅会上面 市府方是有提出质疑认为和里长的方案是不可行的 那这边应该也是在各位委员首相的补充资料上有做说明 这个是交通的部分 以及最后大家在公厅会上打成的共识是 其实交通方案的可行性 最后可能都会回到北门广场留设的范围多大的问题上 也就是如果方案十一或者是和里长的七线道 交通要可行的时候 其实以目前的方案看来都会直接侵蚀到北门古迹的定着范围 就是那个圆圈 那这个部分会涉及各位委员的专业判断 就是古迹的定着范围是不是可以这样被侵蚀 去成就交通的可能性这样子 所以这是交通的部分 以及第三个部分回到最后就是北门广场的争议上 民团跟府方都同意就是北门是非常重要的古迹 它的相关范围必须要留设出来 也认同北门的动线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看来南北的动线才是重点 因为北门的进程一直都是以南北的方向走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府方认为现在民团的方案留下北门的广场 主要是一个东西的辖长带 其实是没有办法尊重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意义 那而且刚刚提到就是不管十一岸或者是河里长的七线道 都会侵蚀到北门的定着范围 古迹定着范围 那文史团体则提出就是这个北门广场的南北动向的意义 在他们现在的方案底下因为山井不动 所以东北角望城门可以经过进北门的那个动线 那个东北角的望城门会刚好留在山井的古迹旁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要去尊重北门南北的动向的时候 其实文史团体北门三井不动的方案可能提供了另外一个文字上的价值 是目前第二案的迁移会牺牲的 那同时在第二个共识上就是双方都同意北门周边的行人动线安排是非常重要 要让北门可以被清净 那这个方向上来讲 辅方提出现在的原地保留十一案将会使北门成为孤岛 因为北门南北都会有四线道的车道经过 那文史团体则之一 如果北门的北侧以第二案来讲会横跨着八线道的话 将会使现在大部分从捷运站出来的人立刻面临到八线道的非常难以跨越的车道 所以进到北门也不见得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可及 那以上是当天的公厅会所提出来的相关的形成的共识跟还有维持的不同意见 那相关的许多的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部分可能都跟文字价值的选取 价值判断的折冲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提到今天的大会上请各位委员判断 那这边是不是同时因为我是可能再请明天团体推荐的主持人问问看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那我针对保鲜之后做三加一点的一个说明 第一点是其实当天都委会的委员李永展李老师他也提到就是说 三井是否应该在原地保留或是异地重建 还是希望文资的委员可以回到整个文资保存的价值来考量 那决定一步一后再去讨论交通等的配合方案 但我们知道这对委员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当天都委会的委员也有在现场是提出说 他们当初做的一个决议也是这个方向 那第二点是当天有三位市政顾问 包括前交通大队队长也是现在中正区的里长和里长 他们都分别提到了即便是交通规划 它的本身也是价值的选择 那它其实可以从缩解车道或是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像刚才保鲜有提到的是 否从预留广场的空间大小来配合规划 同时他们也提到或许需要更多的资料数据 来进行进一步的交通规划的讨论 这是第二个点要跟大家说的 那第三个是包括吴申明建筑师 他都有提到就是说文资会讨论后的 如果委员们是透过共事局 甚至会动用投票来保决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回到三井是否原地保留 或异地重建来谈 而不是只是限说在第十一案 或第二案间的行政或者是工程技术的考量 这是当天蛮多位的委员 或者相关领域综合的专家他们提出来的 但最后一点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5月4号的工厅会 卢宝轩刚才报告 其实还有一些点是还不够时间 去进行厘清跟讨论 而同时工厅会之后 无论是本府公餐会副召集人阳士会委员 或者是长期研究都记相关资料的距离V的参与者 他们分分都有从文资的价值 还有交通数据的资料分析 在公共书写的投稿上提出支持三井原地保留 或者是需要更多的论述来辨证交通的规划 那以上4点就是工委员们做进一步的参考 非常谢谢两位在工厅会当天来协助主持的 把他整体的重点 尤其是那些有共识的 跟这些还有这些旗舰的 就这么惊讶地去表达 也提供我们在场委员 不管当天有参与或没参与应该是一个后续 我们在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那是不是先再讲一下下一个阶段 谢谢两位副召集人的说明 那我们接着是要进行委员的寻答 那我先请提醒委员会议决议 因为其实原来上次的决议是2、5、11、3个方案 其实这样子经过工厅会的聚焦 其实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以方案2跟方案11 作为讨论的基准 那看来其实方案5 其实相对上的讨论的依据点相对比较少 那我们就提醒大会是不是同意做这个部分 好 如果委员没有意见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 这就是这两个部分的方案 那就进行委员寻答 那我们接下来 还是请委员针对我们 这个过去三次的审议 再加上这一次的公厅会的一个 大家互相沟通的部分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还要再针对这个 不管是这个民间的代表 或者是与方的代表 那么在针对方案2 或者方案11 有一些要询问跟指教 好 这 这边跟委员说明 刚才桌上提到一个说 今天提醒审议的这个建议 我们其实历次已经经过三次文资委员会议审议 也谈过工厅会了 其实一路走来就以这个 不论是当然原来市府所提的是异地保存的方案 其实也是经过所有的评估 即使是原地保存 不管说已经有各个方案做各种方案的模拟 一路这样子下来 那这个部分 我是不是建议今天不列入讨论 其实已经进入聚焦了 已经是方案2跟方案11的讨论 那我先提醒委员进行 看看这个意见 对不起 先尊重委员 委员寻答部分再来讨论 我们还是开始 我们来进行委员的询问跟答复 那请各位委员针对刚才讲的 过去三次的审议 再加上这个公厅大家沟通的过程 那么坎生的这些共识 还有这些存在的这些弃义的部分 或者是说针对这两个方案 有没有其他要询问 对这个部教的地方 怎么样 来请 刚才的那个在12楼的公厅会 我是全程在场 那我的确是第一次听到了张学孔老师 李天本老师跟那个何里长 前交通大队队长的一个对谈 有关东向西四线 西向东三线 那我是不是可以请交通局的同仁们 就当天的这个议题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那当然我心中有一些想法 但我是不是可以请 主席是不是可以请交通局的人 就那天何里长跟其他老师的这个交通的意见 在做提出交通局的说明 我们为了充分的询问跟答复 我们是不是同意 我们还是一个问题一个答复 这样可能可以清准一点 那交通局代表可以针对这个部分 来做简要的说明 交通局报告 那我们按照我们的交通流量 有一个方向是大概3900个PC一路 那有一个方向的流量是大概3190几个PC一路 那如果我们按照HCM 就是按照我们的公路容量所做的设计的话 我们内侧两个车道是1000 外侧两个车道是800 换句话说 东向西西向东它的容量是3600 那所以说有一个车道其实它现在是F级的 就是大以3600的部分 3900那个是F级的 那当天何里长提到的是说 如果是有一个方向整一个车道的话 那整一个车道我刚报告过 因为我的流量是3200 我的容量是3600 那如果整一个外侧车道是800的话 会变成2800 会变成F级 那这个是从交通上的学义上讲 那实物上来讲 我们其实做过模拟 如果捡一个车道的话 你如果东往西捡一个车道 那它就会塞到中山北路 那如果西往东捡一个车道 它是会塞到环河南路 甚至到宗教西路的上面去 所以说我们认为说 从交通流量上来看 这是不可行的 第二个从道路设计的角度去看 因为不平衡车道的布设 牵着到左转右转 因为你如果说有一个 前后面都是八个车道 那中间这个车道只有七个车道的话 中间车道转弯 如果左转右转的话 我想这个在交通上来讲 就是整个就是动线不会很顺畅 那我们在建议上来讲 我们就不建议这个方案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其他委员不早还没有选问跟其他的职效 跟主席 那我还是要问交通局 因为我那天听到的那几位的意见 讲了就是到中山南路 那就我知道中山南路以东是八 所以他们的想法是在中山南路七线道就变八线道 还是他其实没有说明 他是没有说明的 那我再补充一个 事实上我们在拆桥的开始 要恢复的时候 其实我们原来的交通维持计划 是因为我们在下西陵 西陵那个闸道只有三个车道 进出城都只有三个车道 那拆桥 拆完桥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前线 从重庆到环河都是三个车道 但是我们一天以后发现说这样不行 因为如果有三个车道的话 势必要中兴桥那个要有一个车道 要多一个车道 所以说我们在拆桥的前一天的时候 发现不行的话行 光顾节特别配合 在拆桥完成的下午 我们就把它换成全部都是四个车道 那拆成现在目前这个样子 其他委员不曉得还没有询问 开了三四会 开完会以后呢 我也到现场去了三四 包括今天早上小英总统就职 我带了土木工会的建议主委 还有结构的江里市长 我们又到现场就绕一圈 我听他们两个的意见 跟我跟他们报告的就是说 如果这个房子要留在这边 他要面对的就是 我连续三个礼拜天都站在这个街角这里 公车 每一辆公车自从中校角拆掉以后 这个加速震动 我在那边真的很难过了 就这么好的一个老房子 甚至以后面的这有三栋的那个民宅 在国王砖也是留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街区呢 就长期在这样的车辆的震动之下 被折磨 所以今天如果说 还是要把它留在这里的话 这个交通如果没有做什么改变的话 你把三井留在这边是害他 我一直觉得我站在这里 对三井仓库 如果留在这边的话 真的是很难过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我在每次开会的时候 因为我的专长是结构的部分 所以我也希望说 从结构上面来讨论 包括这边的车辆的震动 包括捷运局 那么捷运局回应的很好 就是说 他们底下那个 靠近这个西门站这边的这个捷运车道 因为当年这个转弯很大 所以做了一些隔阵的 避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善 所以把噪音也改善掉了 所以他的震动也都在控制里边 但是我们中校角这种拆掉以后 没有做过相关的这样一个震动的调查 变成是我最近三个礼拜 连着三个礼拜 用人去体验一下 这边的车辆对这种老房子 真的是一个折磨 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就是 如果你房子硬是要留在这里的时候 那一定要考虑 我这个房子怎么样去再把它更加固 那这个原先要规划就是说 这个西西门户想要把这个搬迁 我就想到说当年我们在做这个穿端桥的时候 一个很年轻的 一个台大的刚毕业的一个小朋友 他来提报这个穿端桥 公务局刚开始也是硬的要命 我们怎么去跟局长跟他沟通 甚至也跟局长都在拍桌对骂了 我们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我们这个穿端桥可以把它留下来 后来果然捷运局我们房屋局长在这边 也是大家花了很多时间 在不移穿端桥的原则下 另外做一个新桥 所以这个案子呢 三井参户的案子 它面临的两个东西就是 你留下来有什么困难没有 留下来就我刚才讲的 我们会每天去躺雪 他每天这么大的交通量 在跟他震动跟他干扰 那甚至于这些 因为从这个红绿灯解放以后 那个公车跟那个自行车 每一个都像拖枪野马一样 因为没有那个桥梁 原来的车道变得很小 但是你现在一拆了宗教桥以后 这个车道发现到了 看起来大家就冲 油门就加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感受得出来 每一辆车子都好像恨不得要 要把这个整个马路把它压过去把它压平一样 那种力量 那个奔腾的那个力量 你会感受到我这个老房子在这里 我老头子在这里真的受不了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要保护他不如 这个请各位参考 暂时把它扳开一点 然后这个道路还是现行还是要缩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话 对北门也好 对整个这个山景倉庫的这样的保存也好 才能够有一个更正面的保护的作用 更功能 以上个人意见 谢谢 好 对这个张委员的这样的一个提问 我是不是要先请这个民间这个团体的代表 那么针对刚才方案11委员提到的部分 你们要不要自己的想法也说明一下 首先那个方案11其实是交通局修正我们的方案 不是我们的方案 对就是再提醒一次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詹老师的见解是蛮重要的 对就是留下来的时候怎么让他好好留下来 不过现在听起来是需要有一番调查嘛 那到底现况就是说真的住在那边有住户 其实倒是也可以问看看他们的意见 是不是真的有震动到这么不舒服 对那另外是说对于车流 那另外一个想象包括说我们5月4号在公厅会 其实蛮常被提到的是交通其实也有一个价值的衡量 需要被再讨论的就是说交通减量 对因为那个奔毯的汽车或许可以透过交通减量的方式来做处理 对以上 其他委员 那个待会我们提到的部分 我们这个方案2的代表要不要提到的 我想回应一下那个方案11 并不是说民团提出来以后我们给他修正 因为在那个道路设计 就是布班的设计道路设计标准 对不对 当时民团提出来它是一个构想 那我们这个图是按照布班的设计道路设计标准规判设计了以后 那各位委员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说 其实那个订阻已经被轻换了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设计道路的话 你必须要符合布班的设计标准 并不是说我画两条线过去几个车道 这是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说明车道的宽度 在布班的设计标准里面也有它有相当的规定 如果转弯的话 它的车道宽度是不适宜缩小的 所以这里回应一下 何理长是讲说车道是不是可以从3.5跟3.2甚至3 那这样可以避过去 这是第二点说明 第三点说明如果从11的图看呢 我们看到那个定着点跟 从定着点这个定着点到3-它的水平距离是40公尺 锤子距离是14公尺 如果我们按照布班的设计道路标准设计的话 这个宽度最多最多只能够设计4个车道 换句话说你只要大于4个车道 那一定这边4个车道 如果说你大于4个车道 就是说北门这边一定要有道路 那整个一定北门会变成是个孤导 以上補充 非常谢谢 我们这个蔡主持人的王宗宇 这个第一次发言 我想今天在场的各位 包括民团 其实大家都有 被文字保留有一定的价值跟看法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边讨论这件事情的原因 我个人当然觉得 愿意拿时间来参加这个文字审议 当然是认为文字价值这是重要的 那如果能够定坐在原来那个地点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因为城市的发展 其实有很多面向必须要考虑 交通有时候我们觉得交通是必要之二嘛 可是我也提到就是说 在台北那么密集的城市里面 台北车站那么多交通的进出 它其实是让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进出更方便 它同样是跟文化资产是可以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丰富 那再来我要讲一下都市设计 因为这件事情一直没有人谈到 我大概第一次参与这个讨论的时候 我并没有仔细看十一笔 我也不太介意那个是三线到四线到 我也不介意就是说交通局有没有赶紧的路行 可是那个diagram就是那样子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拙劣的案子 因为我们其实市政府跟很多专家学者 包括市民那么多年来 就是要去开始把这个北门跟周边的历史区 把它变成一件事情 那今天如果你只是谈 要把这个古籍定住在那地方 然后开始把北门放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孤岛里面 同时要有车型 从西向东要把这个北门跟邮局 跟辅太阳楼跟照相摄影街 这边全部切断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开倒车 所以这样讲其实我个人 反正有个机缘 其实对这个地方也观察了很久 若不是二十年的话 在2006年那个都市设计 我个人也参与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跟交通局有很大的争论 为的就是说要把都市的空间 维持下来保留给居民等等等等 那可是到后来 我们也做了两个想法 第一个我们其实是相信专业 我们相信交通是可以改善的 可是它不是在意识形态说 今天不存在就不存在 那我甚至那时候听到当年交通局的同仁讲一个讲法 我也觉得很震撼 这个房子不管新的就在那边 可能会引起问题 可是它不是历史的不是即时的 可是想像这交通在那个地方发生问题 整个城市瘫痪了 那个其实是非常糟糕的状况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要去避免这个状况发生 最后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我个人从来不打算从宗教中西路进出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密度很高的道路 那我自己也了解 其实不管是现在的方案或过去 其实宗教西路最主要是让给大众的运输系统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方向 我们既然成就了这个台北车站这么好的一个便利的五铁公购 那加上城市交通的转运 那所以这个中央西路线的状况 有那么多公车大众运输系统在那边 我觉得它是整个台北车站的一部分 不要把它单独拆开来说这个东西不可以 我个人也其实前面表示了就是说 我认为这文资的保护是必要的 可是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谈了那么多次 我就开始要正视这个问题 到底是哪个方案可行 我想最后我个人也没有一定的立场 只要谁能够说服我说某个方案可行的话 我一定举双手赞成 以上 好 谢谢委员 这个委员提问的部分 可能也牵涉到这个 11B这个交通 或其他的图示设计 是不是还要先请民间团局的代表 来先有自己的看法来答复 那我们接下来会请这个都市设计 跟这个交通的这个 不妨的代表有多简要的说明 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11B 其实应该还是想follow公听会上面 有稍微提出来的意见就是我们有一位民间的专家 吴声明建筑师他是在说 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心声啦 就是说今天为什么那11B看起来有点灼烈 那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那个道路设计的细部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当然画出来不会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对我们来讲 只要任何可以让三井留下来的方案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案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把这个设定成好像就是2跟11讨论 好像有点进入细节了 因为其实在那天现场上还是有很多关于说 历史建筑应该如何被保存的论述 好像也还蛮值得讨论的 这边是建议委员其实也还可以就这一个方面多做着墨 那另外是我们今天其实有准备一份资料 就是我们的书面对于今天审议的意见 那说明一下 第一点我们其实也还是在强调说 对于说公有法定历史建筑三井仓库 他的迁移到底有没有真的是那么讲的那么轻易 说因为他没有违法所以就可以吗 就是我觉得在这边因为是文字审议委员会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提出我们找到了文化部的一个函式 那我认为文化部其实还是有在讲公有的历史建筑 特别就是公有 其实主管机关应该是要多花力气着墨他的 他可能不能只是把他当作是一般的历史建筑看待 那第二点其实就是如果真的要进入技术问题的话 虽然真的不太希望那么快 但如果真的要进入的话 事实上我们在5月4号各方面都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之后 我们还有在努力的往前 试图要找到更可以共事的基础 所以我们其实画了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其实是有一点点类似11 但是其实也有我觉得是2跟11的某一种 看看有没有试图再来讨论看看可能 就是我们把六线道画在北门跟三井中间 然后保留了一线道在北门的南边 这个其实是就是河里长的七线道 因为刚刚是交通局有讲到说七线道从中间过可能不可行 那我们就稍微把它拆解一下 那当然在南边的这一线道 我们认为如果交通有可能慢慢的逐步减量的话 也许它就可以被取消 那么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个比较 应该是说在一个兼顾又可以保护到北门的定着的方案 来设想这个交通的弹性 对那总之我们要重申 就是任何有可能让三井保留下来的可能性 我们觉得其实都还可以在今天被讨论到 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突然又要翻案 是我们认为5月4号公听会上的确是朝这个方向有一些些共识的 谢谢 好 非常谢谢 呃可以 呃可以 呃 呃 我是最交通方面是有所涉略 因为我大学是念交通相关科系 然后我也从事交通相关工作两年的时间 然后基本上我对目前的交通的评估有一些看法 这样子 第一个 未来的设计呢 其实相对于现在 因为路行简化 红绿灯耗置减少 红绿灯可以开的时间可以更长 那个储车空间更长 我觉得我们不能直接排除说 三线道不可行这个说法 而且呢 我觉得交通的容量方面 我们有更多的弹性可以去讨论 因为呢 我们现在的评估方法是单纯用路段容量的方式去讨论 但路段容量的方式讨论的缺点在于说 我们没有彻底讨论到说耗置的影响 我们首先看这个未来的规划图 现在从中校西路到这里过塔城街的部分 目前要至少经过 这里至少一个红绿灯 这边有一个红绿灯 目前总共三红绿灯 现在呢 我们只要只有一个延平北路一个红绿灯 跟塔城街一个红绿灯 红绿灯减少 我们耗置通行时间 我预估可以比现在长20秒 至少 就是至少20秒 total的通行时间有长达140秒的时间 然后我在这个附路的文件当中 有做我们亲自使用台湾公路容量手册 去估算的服务水准 以路口和路口容量的方式去评估的一个水准 对 因为用路口的评估水准的话 我们可以考量耗置的影响 在固形简化之下呢 我们可以去给予更多的绿灯通行时间 让路口的耗置容量更大 这是我相当于对于以上的回答 然后 我还有一点结论 就是说我们目前评估的 三车道 双向加起来六线 服务水准是C级 最高 最低是C级 然后呢 如果是八线道是B级 如果我以路口容量的观点去分析的话 服务水准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 好 再补充一点 就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呃 在给各位委员参考这个资料里面的 那个就是北六南翼的构想 就其实南翼的部分 也不是说它一定要一直统车的 就我们提了构想说 其实是因为 我们知道现在中校系路 它一定会有三个尖峰时段 就是乘峰 昏峰跟晚上大概九点到四点的 三个尖峰 那我们希望说是 因应尖峰时段 其实我们南边那个车道 现在是个弹性的车道 它可以在尖峰的时候开放 来疏解我们 进程方向比较多的车流 但其他时间 不论是离峰的时间 或是假热的时候 其实我们 这样的一个可重的方案 其实南边那个车道 它是可以封闭 像我们市府前面的那个 人海路市段一样 它其实在假热的时候 它可以封闭 到南北边成为一个 安全的广场 所以我们认为说 我们这个方案一方面 是我们在 我们在 现场实际做了一个 交通的一个 数据的 的记录 分析之后 我们判断说 其实它减到 它减到 双向七千刀 其实并不是 在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可行 然后我们这个方案的同时 也回应了 先很多委员们 强调的就是北门 它跟城内的一个 广场性的连接 那另外也要 要请各位委员们 注意到的是我们在 方案的第一页 我们这个路行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 在经过 现前很多次 跟府方的讨论 以及像是公听会 之后 我们确认了市府 对于这个 这个路段的 设计标准之后 我们现在是完全 就是市府的标准 也就是设计数率 每小时60公里 然后相应之下 它的 平曲线半径 就想翻新420公尺 然后这边 超高这边的长度 我们也是 路班的 就规范的去过计算的结果 所以这个路行 我们认为应该是 在基础上相对是可行的 然后 我们这个方案 跟之前的十一案 原本的构想比较的话 我们还是要强调说 就是这个地方 它其实要强调的是 北门过去的一个 历史的状况 所以我们这个方 我们这个 各位委员可以参加 我们的这个 参考资料 尤其我们的方案 跟我们的方案十一的构想一样 它一样让旺承东北边的 这个以前的旺承门的位置 它可以被 跟山井广场 被放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认为这样 其实它可以让它的东线 一方面 是让东线完整的 完整的 近程东线完整的呈现 第二方面是 我们 尊重 我们也尊重北门的保护圈 所以这个方案 它其实无论是北边 或南边的车道 它是不会跟北门保护圈 是有所 冲突的 那希望各位委员 等一下也可以 我们希望各位委员 可以回归到这个 山井他们库 它本身是否要原子保存这个价值 因为其实 在公定会中 很多的专家也提到说 其实应该要回归到 它的原子重要性来判断 而不是说 做到其他的因素来做一个影响 那我们在这次的方案 我们在这次的文字会中 我们也尝试再做 根据之前的一些意见 做一些修正 那希望委员们可以 等一下也参考这份 我们提出来的新的资料 做一些问答 谢谢 好 我们谢谢 针对刚才委员提问的相关设计部分 都市设计部分 我们有没有要回答 不好意思 我这边先就整个都市设计的部分来看 其实 呃 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理想性 我也希望所有的车子不要进入 我也希望都可以保留 可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东西 其实非常的残酷 就是从新北市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车流 那待会交通还会就说明 可是就整个都市设计来看的时候 我们原来规划的方案 其实是非常的 对北门这件 对北门法复是非常完整 我们一直强调是说 北门这件事情必须要彰显出来 这个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规划的理念 在所有的交通的状况下面 我们认为这个方案 其实是最 最适当的 在目前是最适当的一个方式 那我必须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是说 我上次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 是说 我们那个时候挖掘出来的一个探坑的这个部分 我们那时候市挖的这个 这个旺城的探坑 其实在东侧 北门东侧这边 其实我们有挖到 我们有挖到原来旺城的遗迹 那这件事情 其实还没有进行到整个文资的程序 可是我们在整个规划设计上面 我们希望这个 这个旺城的这个遗迹的部分 能够同时在这边保留下来 其实在这整个看起来的时候 其实它旺城留下来的时候 其实对整个北门在说故事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有加分的一个效果 所以整个都市设计来看的时候 其实这个原来的方案 兼顾了往北的这个面向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轴线 也完整了这整个广场的一个设计 这带我简单的做一个补充 那当然相对的这个 这个原来方案这部分 是没法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带以上做说明 那教授你补充说明 我想我还要强调一下 其实交通是隐身性的需求 并不是说主教性 我可不可以先多问一个交通问题 然后您再回答 是这样子 张学长你有这份报告吗 就是刚才有嘛 事实上是这样子 我不是交通专家 但是我看得懂交通 我一直对一件事情非常的疑惑 就是中山南路以东 东向西四向 西向东是那个四线道 过了圆环之后 以这纲图来讲 多了一线是 这边写的是东向西 就是这个北门以南 所以我这个问题非常直接 你东向西过了行政院 绕过圆环 我要怎么样知道 有一条线 在中向西路的南边 那个是东向西 就是 而且我也知道 每一天不只是台北市民 有新北市很多很多人来上班 那我觉得 其实这个议题 我觉得是三个平行线 文化制裁 交通 跟城市的发展 好 谢谢 不好意思打扰 第一个部分 交通是衍生线的需求 不是它主动性的需求 第二个部分 我们在测得从新北市 每天从中向小进来的车辆数 大车大概180辆上下 一个小时 大车 就是公车 大概180辆上下 可能160 可能是200 大概180上下 小车大概2200上下 机车是5500左右 就是飞到5200到6000 这个是从台北市 从新北市进来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这一条线是台一线的本线 它是 因为 忠孝桥做了以后 两个 就是双北市 其实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孔道 这第一个部分 交通的部分是这样 第二个部分是 刚刚讲到说 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现在的设计 从博爱路是可以直接通沿平的 所以这个路口是非常复杂的 从原字上来讲 刚刚那个就是 文字团里讲的没有错 我们算的原字都是F级 路口的原字都是F级 那以后的路型 我会从沿平北路直接 别往南就右转 那 对不起 就是沿平北路只能够这样转 那博爱路只能这样转 所以说相对的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这个四个车道 那显然的这个地方是更需要四个车道 那有人在提说 你是不是可以调拨 我刚刚以前包 我就如果是说 因为你是车道不平衡 你前后都是八个车道 那中间有只有七个车道 这中间会牵涉到 你路口会不会冲突的问题 接着呢我要回应一下 就是文字团体 你如果是说很简单的把这个路口 你已经简化了它的动线 那你把十字加二十秒的话 没有错 你路口的研制 会从我原来的 比方说五十秒 变成三十秒 这是可能的 但是你如果说 因为我们也做过模拟 就整条线做过模拟 连市民大道也拿出来模拟 这整个区域的模拟 我们经过模拟以后 这一个路段的 路口的研制 其实降了也没有是很多 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是三十 大概降了五六秒而已 换句话说 在这个交通量的底下 哦 这边有 没有降 就是这边有降 对 就是我们模拟了以后 其实也没有降 只有我 应该只有公车有降 因为公车是我们后面就是 在右边有公车专用道 以上补充 好 我们还是再回到委员的学问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要再请教 就是建议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文化局 就是刚才就是这个图像的右边 就是如果照这个图像 这个定着点已经到路面了 请问一下文化部 以及文化局 会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如何 好 再跟各位委员报告 大概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其实我们大概有送过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在座一些委员 当时也有在中央的文字局审查 包括黄英明老师当天也有在 那审查的版本 其实就是接近二案的版本 那如果今天二案通过的话 其实我们大概送一个修正版本 过去大概就可以 但是今天如果是十一案通过 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必须重新送中央 重新送中央的意思就是 因为他的古迹的定着范围已经被入侵了 那我们看到的古迹的定着范围是以北门为中心 那我也要跟各位讲的是 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 三井仓库是着重在他的再利用的精神 有就是他的位置是可以在相对于 现在我们所说的北北山提出来的也好 更靠近马路的里面 而不是更靠近马路 他是更内测的 他着重的是再利用的精神 那我们也在多次的讨论里面 我也再次的提升 所谓的场所精神 能不能在老师跟我们的规划报告里面 跟大家说明就是 他不是一个绝对的位置 而是他象征的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不是一个绝对的距离 那如果你当然认为他跟北门那么近 那是绝对的距离 那我们回到的是一个相对的空间 那再把他的再利用做好 甚至把他的防证等等的东西做好 他将来被再利用起来 所谓我们过去提的场所精神 真正老师教给我们的 应该是一种生活价值 所谓创造出来的精神 他不是一个绝对的距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报告书里面 当然如果今天委员觉得十一案还是有他存在的价值 那我们只好再把各位的东西整理 再送中央去审议好不好 好 我们其他委员他有没有指教 主席 主席 我大概上个礼拜六吧 是不是 我有去听那个张混正老师 在福台洋行做了一个演讲 我觉得非常棒 他讲的是北门包括整个那个 等于说以北门为核心 这个地区从清朝以来的一个发展历史 那我看到的就是张老师的message是说 以北门为主的话 这边有基建局有好多的 包括这下面还有历史的水道 因为这边以前其实是地洼的地方 等等等 那当然也许张老师在我可以那个 张老师讲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其实清代很多的历史建筑都还在 他讲的是他的基础都还在 那如果我们今天从文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文字的 我觉得如果我从一个 不管像罗马或哪里的古城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那么重视所有历史文明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都市发展 都市计划、都市设计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要以这里为核心 去发展整个都市的发展文理 不管我是中期还是远期 但今天真的很遗憾 我们都是片片段段到最后 变成是以交通为主 所以就被切割 不管你是四线道或三线道 那刚刚我想那个蔡文明也提到 这个发展历程二、三十年来 结果我们其实在所有的脑筋里面 是没有这个历史文理 在我们思维之下的都市发展政策 那也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是说 这样切割下来 我今天确实 我们今天确实是非常的 我们真的是左右为难 我要看的是现在呢 还是日去时代 还是再回到清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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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